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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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RICO生活頻道 我是RICO 今天要做的料理很簡單 就是海賊王力片仁布在波音列島裡吃的義大利麵 讓片仁布變得很胖的那個 首先在鍋中加入小麥粉跟零零麵粉 又來製作義大利麵條 還要加入一點鹽 一點植物油 兩顆雞蛋 然後攪拌均勻搓成團 搓成團後整成圓形靜置30分鐘 接著把麵團搓成長條狀再擀開 用製麵機製成麵條 把蒜頭 蘑菇 德國香腸都備好 根據我的推測不會捏倒四面還海 義大利麵應該會充滿海的味道 所以準備一鍋乾燥的干貝 加入水煮出高湯 再把干貝跟湯分開來備用 準備一鍋熱水 把義大利麵放下去煮到半熟 接著再開另一鍋 把德國香腸煎成章魚狀 依序放入蒜頭 干貝 蘑菇 潮染 就可以再放入義大利麵 就可以再放入義大利麵 加入干貝高湯 翻炒到湯汁收乾後 把一塊奶油加進去 攪拌一下就可以成盤囉 這個樣子就完成片人不吃的義大利麵囉 試吃時間 いただきます 恩 味道還不錯 吃得出來干貝的鮮味 但比起其他華麗的義大利麵 還是略顯遜色 不過在沒有香吉士的島上 有這種東西吃已經算是不錯了 但要吃到像片人不那麼肥 我也是很佩服 難道香吉士沒有把片人不養到很挑嘴嗎 德國香腸跟這盤麵也還算搭得起來 但味道也就一般般吧 那最後我就給這盤麵一個字 普 因為真的蠻普的嘛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開鈴鐺 想看什麼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動畫片段我都放在IG了 想投稿也可以去那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